来到建筍园,老师们开始介绍采建筍及认识建筍 从大人到老师,小孩都用足以对话 进老师介绍之后,学童们提着拦职专入建筍园内,开始采建筍 经过采收过程后,所采收的建筍,学童们还要学习拨建筍,当成午餐 只要有机会学习,老师妈妈们都让学童自由学习互动玩耍 采建筍,吃点心,小朋友都非常有记录 尤其三到六岁的小小孩也能学习 采建筍,吃点心,小朋友都非常有记律 尤其三到六岁的小小孩,也能学习 能融入整个群体互动 在老师的带领下 协同不仅能了解阿美族饮食文化 语言也能延续下去 记得感谢我们要花联光复 采访报道